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什么产诊断 我们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在考试考的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孕妇监护 还有什么胎儿功能监护 这两部分要重点什么 所以本来的重点主要是什么 孕妇监护 还有什么呀 这个胎儿的监护 当然我们还可以什么通过在解决过程中 通过检查胎盘的监护 来进一步来判断一下孕妇和胎儿的情况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维生期的概念 维生期指的是什么 产前 产时 和产后一段时期 经历了什么 妊娠期 非免期 和产误期 这什么三个阶段 我们叫什么 就为产期 为产期 叫产前 产时 产后的一段时间 它经历了什么 从妊娠 到什么 非免 还有什么 产误期 这三个阶段 那我们说 这叫为产期 但我们国家呢 对无产期 又重新做了一个定义 我们国家这样认为的 从妊娠满多少周 28周 到产后一周 这个时间 称作中国的 卫生期 而且我们临床上 在我们国家 就以什么 这个时期的什么 孩子的死亡率 孕妇的死亡率 叫什么 叫计算 卫生期的死亡率 所以大家看清楚 从妊娠满多少周 28周 到什么时候 到产后一周 这段时间 就在中国的什么样 卫生期 把这个时间的含义 表记着 虽然题目不难 就是一个什么 界限的划分 但是你要记不住 这个题就不会走 好 我们看一下 孕妇监护 孕妇监护 主要是做一个产前检查 通过产前检查 来完成孕妇的监护 那这两部分 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个是时间 一个内容 那么先学什么 时间 什么是检查呢 想做监护 可以从确诊 早孕的时候 就开始 第一次检查 然后从 查完以后呢 我们从什么叫早孕以后 开始到28周之前 也有双周的36周之前 我们可以四周一次 中间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随时增加次数 比如说 确定完早孕以后 到36周之前 你可以做什么 四周一次 做一个什么规定 那叫规范的什么 产检查 但临床有规定 36周起以后 每周 必须查一次 从36周以后 要每周一次 一般来说呢 至少是做几次检查呀 做9次 如果你有检查过程中 有高温因素 我们需要增加 产检查次数 那你的记得点 在这 什么时候 开始首次检查 记住 确诊早孕的时候 第二个记住是 36周之前 可以四周一次检查 那中间有问题 随时可以增加次数 但36周以后 必须是一周一次 这叫什么 孕妇检查了什么 产检查的时间 那首次检查的内容 我们看内容 一般我们说 第一次检查 查什么内容呀 文明病史 还有什么年龄 还有职业 看一下你的身体 目前来说 允许不允许怀孕 是不是 再一个呢 如果你允许怀孕了 我要做检查 同时 可以再推算推算 预产期 你看看你 写写画画 你什么时候该生 对吧 还有文明什么 月经时 既往的什么 怀孕的病时 既往的什么 差的病时 还有这个 本次怀孕的 什么经过 中间有没有药物啊 用什么药物呀 用多少剂量呀 多问清楚 再一个 我们还建议大家 再问个什么 家族史 就是问个病时呗 是不是 在问病时过程中 别忘了 没有任何问题 的穷实 你这是来了 余经时都问过了 我们可以 直接给他算一下 推算一下 你产期 来确定一下 你大概目前为止 问你多少周了 就要确定什么 运周 当然我们还要问 什么丈夫的 健康状况 然后就做一个 全体的检查 我们还要做什么 叫下本 我以后 做什么 做腹部检查 骨盆测量 引导检查 骨盆检查 绘制什么 链身图 这一些都需要 什么产情这些内容 首次检查 主要是为病时 做个什么 给孕妇 和丈夫 做一个全面 的检查 来证明一下 你这个孩子 身体允许 骨盆治的孩子 这是叫什么 内容 当然我们要做什么 腹部检查 要查什么 各种血常规 血型 血常规 干功 必超 还要做遗传期的检查 来看一下 监护一下那孩子 怀疑有什么问题 然后妈妈 有什么并发症 来做一些常规的 去检查 好 具体来看一下 每个内容 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 先看一个 推算什么 遗传期 这个需要大家学会的 根据什么推算呢 现在目前临床上 就根据末次 应的时间 怎么算呢 末次应的时间 月份 减三或者加九 日期呢 加七 这是我们同的公式 通过他来大照 推算一下 那是什么 遗传期的时间 就行了 时间我们做遗传期呢 与推算时间呢 可能相差一个 一到两周 我们要做这个 什么时间的推算 大家不要忘了 来做我们题目 来看一下 怎么算 摩斯月经是 08年的6月什么 14号 算算 他应该是 什么时候该生孩了 一月份 减三 或者加九 什么意思呢 这样说的 六 不能加九 六加九 成了15个月 一年就12个月 那不行 叫六减几 减三 所以如果是 小于九的 我们都可以什么 都要减 叫什么六减三 减三以后几月呢 是三月 然后呢 14 日期加几 加七 14加七 是多少呢 21 应该叫什么 09年的 3月什么 21号 大家想什么 选A 这是我们讲的是 推算什么 月产期 根据末次 月经的什么 时间 去推算 月份 要么就减三 不够减的就加 要么就加九 就这样的方法 所以你看这个题 我们六月只能怎么样 减三不能加九 是不是 日期呢 就加七 就行了 算出来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预产期 所以今天的数字 应该选A 3月21号 好 这是我们讲的什么 预想一下 推算 如果说有人说 那我忘了 慕斯月经 什么时候来的 我忘了 怎么办呀 或者不如期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 有什么来的时候 怀孕 怎么办呢 那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早孕反应 开始的时间 一般是什么 六度左右开始 早孕反应 或者是胎动开始 胎动什么时候开始 18到20就开始 然后呢 还可以做什么 查公高 然后说B超 比较查什么 胎动大小 还有什么头腾长度 双领镜 还有股股长度 来什么推算预产期 所以我们说 更有各种方法 推算 不过要是能记住 慕斯月经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给他 去推算预产期 那主要是推算 预产期预产期 就是推算嘛 再就是问大家 运行周期的长短 对预产期和运行周 有没有影响呢 周期长短 那一般我们说是 排阅期必要什么 必要忘后错 预产期呢 相对推迟 所以你看 周期是45天 那预产期要推迟什么 45天 因为我们其实 真正怀孕的时间 是从什么呀 精卵结合的瞬间开始的 所以呢 我们推算推算呢 你既然是周期那么长 那我们预产期 也相应的推算就行了 所以呢 周期要是25天的 比较短的预产期呢 相应的提前几天 5天就行了 如果周期不规则 你就给你必要结果 重新去预产周 重新推算预产期 好 这是我们常用的 叫什么 叫第一个项目 我们要叫什么 做一下预产期推算 除了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之外 我们还要做一个产科的 专科检查 我们来证实一下 就一个孕妇 他也做个监护 我们做什么检查呢 第一项叫腹部检查 腹部检查 我们叫什么 视处什么 听 没有扣啊 叫什么视处听 通过看腹性大小 然后呢 它的形状 了解一下 孩子什么大小 还有骨骗大小 我们来叫什么 视针 再一个处针 主要是通过什么 圆齿去检查 宫高和腹位 来触摸一下 宫高和腹位的大小 然后呢 做四部出针法 来了解一下 胎产视 胎鲜路 胎方位 还有什么呀 孩子入盆的程度 叫什么 叫出针 通过出针的结果 找到胎背 然后什么 找到胎鲜路的位置 然后我们听证胎心 看孩子 缺不缺氧 这叫什么检查呢 叫腹部检查 这个图示 给您演示就是 四部什么出针法 第一步找宫底啊 找宫底 找宫底 找一下宫底 看一下怎么大小 与宫的高度 发育 是不是相符 然后呢 顺一手来摸一下 为宫底上方呢 是胎哪一部分 是小屁股 还是头 要来确定一下 胎线路 应该什么东西 这叫什么呀 叫第一步 第二步呢 手带呢 复壁两侧 就是摸清什么 胎背和四肢 我们刚提到过 胎背 软宽 叫什么 比较平坦 四肢呢 高低不平 为我们后面听诊 就准备的 第三步呢 手在胎线路部分 去确定一下 胎线路到底是头呢 还是臀部 头呢 圆而硬向球 小屁股呢 软而硬不规则 来摸一下 是哪一部分 然后呢 来左右晃动一下 来判断这什么 胎线路部分 入盘的程度 进去了没有 进了多少 来判断一下 叫什么 第三步 第四步呢 一般我们都有身体 面向运附的什么 足端 转往身体来 然后呢 去进一步来确定一下 这个线路部分 到底进入的 骨盘了多少 然后呢 再判断一下什么 入盘的什么程度 而且到底是 胎的哪一部分 叫什么 四步处阵方 那我们做他的目的呢 主要是了解一下 叫什么 胎阐势 是什么阐势 是纵的还是横的 第二什么 胎线路 头在下 头在下 然后呢 还查什么 那个胎臂的什么位置 可以确定一下胎位 同时呢 判断什么 孩子入盘了没有 就叫什么四步处阵方 然后确定完以后呢 我也挺胎心 胎心呢 我们找位置 我们说了 胎背方向最小 最小量 头在下 下面找 头在上 上面找 所以我们说 通过我们做四步处阵方 确定什么 胎心的位置 跟胎部的关系 一般来说 什么 叫枕左前 枕右前 头在下面 我在旗下找 要枕左前 就告诉你 大家可以看到 小枕骨在这 小枕骨跟胎背 在一个方向上 所以我要是找到了枕骨 找到胎背 枕骨在妈妈股 在左侧 你就告诉我 胎背在左侧 那挺胎心呢 胎背比较响亮 我们在左侧听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大家看 这里边有个柚子 枕右前 好 一说枕头在下面 那一说枕右前 枕骨在右侧 那一说胎背在右侧 所以我们叫什么地方 在旗下 右下 挺胎心 那枕左前呢 那一说 枕左前 也是头在下面 头在下面 我得肚脐下 挺胎心 是左侧右侧呢 枕左前 说明什么 枕骨在左侧 那就胎背在左侧 所以我们在什么 旗下 左下方 同样道理 底左前 底右前也是 底左前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什么 头在上面 我得肚脐上 挺胎心 那在左侧右侧呢 因为是底左前 底骨在左侧 大家不用说 底骨是挨着什么 胎背的 底骨 整骨 胎背 在一个方向上 所以底骨在左侧 胎背在左侧 那我就在什么 在旗上 做它听 通过它呢 来听胎位 我就学会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 什么管理这个 腹部的什么检查 叫视处 什么听 然后呢 着准位置 挺胎心 怕那一下就行了 好今天咱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 怀孕36周 产前检查 胎背位于什么 母体的腹部的左侧 胎背在左侧 那我知道是 左侧挺胎心 不要响亮 然后呢 又说了 胎心位于什么 左上腹 比如说胎心在左侧 上腹部 听起来 不要响亮 说胎背在左侧 他就告诉我 不管你是整骨也好 还有什么 底骨也好 今天在哪地方 在左侧 又发现 胎心在什么 左侧上腹 那可能告诉我 是头在上面 看是不是 宫底部 触及有呼臭感 说明这个位置 是有球 头 所以证明是 头在上面 胎也在左侧 那可能是什么 枕骨在什么 在左侧 叫枕骨在左侧 同时什么 底骨 也在左侧 因为头在什么 上面 那就是屁股在下面 那就要屁股在下面 那就记着 就是什么 是以底骨参考点的 那底骨参考点 大家记着 底骨又参考点 那在哪侧呢 在左侧 哪左侧呀 底骨跟胎背的一个方向 是胎背在左侧呀 那就叫底骨在左侧 那这个孩子 可能是叫底左前位 大家应该选什么呢 应该选D 叫什么 ROSA 左是用R 底骨用S A叫什么 叫前方 那可能叫什么 ROSA 可能是叫底左前 所以从这里的地方 我们要记着说 做完这次检查呢 我们做医生来 就只了解什么 是胎背的方向的 临床我就这样做的 我就觉得 你叫什么 找胎背 心了胎背呀 是不是 告诉你的什么 胎心在左上腹 那告诉我是 胎背在左侧 然后呢 胎心在左上面 那就是头在上面 在什么 屁股在下面 屁股在下面 谁会参考点呢 底骨啊 是不是 那底骨在什么 在左侧 那就叫什么 叫底左前 所以答案有些什么 ROSA 好 做往老腹部检查 做骨盆测量 骨盆测量 我们前期课也讲过 主要是查什么 骨盆 个盆的什么 位置大小 一般像入口呢 我们要查谁呢 不要查 入口平面 查什么 在初连和上缘 到什么 底下前缘的距离 我们叫什么 入口什么镜 入口的前后镜 入口前后镜 要有价值 中骨盆呢 主要查什么 叫做骨肌肩镜 两侧子骨肌的距离 叫做骨肌肩镜 中骨盆 然后出口呢 主要查什么呀 主要查出骨的什么镜 横镜 叫做骨节节肩镜 叫出口横镜 然后查一下 每个平面大了 还是小了 影响不影响分娩 就行了 所以呢 骨盆的测量呢 一般就是测量方式 像入口镜线 主要查谁呢 叫前后镜 我们也叫真结合镜 测量方法 可以查两个方法 一个叫什么 底齿外镜 就从这个位置 底骨的什么 在外面 叫什么吃骨的外面 从外面检查 叫低齿外镜 间接了解一下什么 强硬大小 叫什么低齿外镜 然后如果不行啊 可以查什么镜 对角镜 从什么底骨甲 前沿的重点 到什么吃骨联合 下重点 从这个点 到这点距离 我们叫什么 叫对角镜 对角镜 减去1.5和2 就真正的入口什么镜 前后镜 现在在临床上 一般来说 这骨盆测量呢 我们的外测量 用的很少了 尤其查入口 一般长座就是 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 什么叫对角镜检查 看一下入口 窄不窄 一般来说 就查什么对角镜 所以对角镜呢 查了什么 是持骨联合什么 下日重点 到什么 低骨加前重点 我们要做个内测量 去测一下的距离 反正是测完以后 减去1.5和2 就是真正的什么镜 前后镜 所以测量标准确 所以可以做一个 什么入口平均的检查 如果它这个数值 减完以后 小于11 那你说 入口可能窄了 窄了 它的主要是 影响抬头什么入排 叫入口平面 你看这就要什么 查 低脂外镜 间接反映什么 强大小 但是它查的时候 大家发现了没有 炼肉 带皮 带骨头 都查进去了 那肯定会什么 影响了 结果的 叫低脂外镜 那我还可以查什么 对角镜 对角镜比较什么 准确一些 因为它减去1.5和2 就是真真正正的 入口前后镜 这个方法 是我们统计学 统计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在临床发现 也比较有意义的 它能反映什么 入口前后镜 是什么 真正的大小 所以叫什么镜呢 叫对角镜 所以一般现在 目前临床上 像它入口窄不窄 我一般就是 做个内测量 查什么 对角镜 因为这数查完以后 减去1.5和2 是真真正正的 入口什么镜压 前后镜 比较有价值 那像我们说 掐肌监镜 它又是掐肌监镜 它反映什么 是横镜的 一般我们说 这个数值也不需要记 临床 基本都不做了 什么事 我们临床都没有意义 都不做了 所以呢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就行了 大家看中骨盘 这中骨盘呢 磁壤里边 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叫什么 叫做骨鸡监镜 它谁呢 叫做骨鸡什么 监镜 这个线呢 是整个骨盆腔里边 影响什么 应该是骨盆平面里边 最小的镜线 它主要是影响 我们他儿什么 带着盆腔里边转圈 叫什么 内旋转 在盆腔里边转 叫啥呢 内旋转 如果你太小了 我在转这么动 是不是 所以它主要是影响什么 抬头什么 内旋转 叫什么 做骨鸡剪镜 所以其实临床上 想查中骨盆窄不窄 就查谁啊 做内测量 检查一下 做骨鸡剪镜的距离 我们叫做骨鸡剪镜 一般呢 所谓的仅仅是平均时期呢 10公分 还可以查什么 做骨切剪宽度 叫什么 做骨切剪宽度 这是什么位置呢 是我们从什么 做骨鸡的距离 到什么地方 到这个低骨的一个韧带 这个宽度 我们叫什么 叫做骨切剪宽度 如果你在查这个 做骨切剪镜的同时 好像有的窄了 手呢摸一下 这韧带的宽度 如果真窄的情况下 小于三横值 那一般中骨鸡就真窄了 那肯定是影响分娩 一般怎么样 跑不产就行了 那如果它小的情况下 它主要是什么影响呢 影响 抬头在里边转圈 叫影响什么 内线转 这是查做骨鸡剪镜 一般呢 这样只是线 是10 它反而来什么 中骨鸡的一个大小 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查什么 叫做骨切剪宽度 大家可以看到 什么从这地方 这是什么呀 这是做骨鸡 然后这是什么低骨 这边有个空间吗 它里边有叫做骨切剪宽度 这个中间不是空的 它是用韧带连接一起的 叫什么 叫低鸡韧带 我们也称之 低鸡韧带的宽度 它一般就是什么 能带大概是三横值 如果是低于三横值 两横值一横值 那我们就不用说了 它也反映 中骨大小 但是呢 如果太小了 那中骨就真的下载了 最后一个什么平面 叫出口平面 出口平面 在临床查的情况下 它是有两个不在同一个平面的 滋养行为成的 所以我们查的时候呢 先查什么镜 横镜 两个 坐骨节鸡 叫什么横镜 这个镜线呢 是影响 抬头免出的一个镜线 你太小了 就影响还免出来 我们叫坐骨什么 节鸡渐进 这是8.5到什么 9.5 平均是平均是9 那如果说 它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查什么叫 持骨弓角度 女同志 为了分明的需要 这个持骨弓角度 在这 应该什么 这角度要大于 等于多少度 90 如果小于80的情况下 这个出口间的 离着越小的情况下 就告诉你 俩坐骨节鸡 离着越近 基本上这个角度 就这个角度 这个节鸡 你看这个节鸡什么 离着距离越宽 那可能就觉得 怎么越大 所以这个角度越小的话 这两个什么 坐骨节鸡渐进 离着越近 它反正是 出口什么境的 横境的 所以反正出口横境 是两个东西 一个叫持骨弓角度 一个叫坐骨节鸡渐进 它俩的含义 基本上是接近 不过一个是角度来人数 一个是长短来人数 它主要影响什么 它都免出 然后如果你查什么 这个坐骨节鸡接近 如果小于80呢 平均只是8 是不是 平均是9 如果小于80 建议查什么 叫后双镜 后双镜就是什么呢 从低位关节到什么 两坐骨节节 什么 终点的连线 终点的连线 叫什么呢 叫后双镜 就是我们叫的后面 思想性的高 如果说 你现在是小于几 小于80 我要查它 然后呢 看一下什么 两镜之和 叫什么镜呢 出口横镜 加什么呀 后双镜 两镜之和 两镜之和大于15 提醒你什么 出口正常 孩子可以从出口免出来 如果小于15 就告诉你出口窄了 我们告诉他 你最好有什么 一炮公铲 中的人身就行了 这又叫什么 出口什么平面 那我们这样的方法 就看到了 我们可以查什么 坐骨节先镜 用这个什么尺子 就是叫什么 装掉 骨盆测量器 它再距离就行了 它反映什么 出口的大小 如果正常呢 就出口正常 如果小了呢 出口不一定小 可以查什么 后双镜 再做后双镜检查 那如果是看它 数值两镜之和 大于15 就没问题 小于等于15 证断出口下台 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关于果盆的测量 那抽空角度呢 也可以什么 间接发生什么 果盆出口的大小 应该是叫什么 大于等多少度 90 两个吃骨降至在夹角 这个夹角 叫什么 叫吃骨宫角度 大于等90啊 如果是小于90的情况下 证明可能什么 出口窄了 可以看到 它越大 这两个 坐骨阶段离也越远 这也叫什么 这个横径也越宽阔 如果你说越小的情况下 大家看到 横径怎么越窄嘛 肯定影响什么 它还免出大 叫什么 吃骨宫角度 这是我们常用的什么 叫我们测量 有外测量 还有什么内测量 外测量可以做什么 像入口的什么 横径 还有入口的什么 前后径 对手外径 还有做我们 叫什么坐骨 前夜监径 也处于什么 外测量 还有出口后双径 这通通属于什么 外测量 而内测量呢 只要是 查入口前后径的 对角径 还有什么 中午盘横径 阻力监径 还有中午盘的什么 前后径 叫什么 坐骨 前夜宽宽度 那三个瓶的影响 入口窄 影响抬头入盘 中午骨盘窄 影响抬头什么 内旋转 出骨窄 可以什么 决定孩子 是否要经过 阴导分娩 你窄了 你就啥别提了 你又是 你下来了 你出不来 你就怎么样 抛 如果你要是 可以的情况下 你可以经过 阴导分娩 就是说 决定孩子 是否可以经过 阴导分娩的影响 我就明白了 好 只是我们骨盘呢 对我们说 分娩的影响 大家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 就可以了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个小题目 决定骨盘入口平面 大写的主要经线 我们主要看什么经呢 叫入口什么经 前后经 因为整个入口平面来说 前后经最短 最短的这条线 如果小于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平面就真正的什么呀 下来了 所以呢 看你入口窄不窄 主要看什么经 入口前后经 因为它是整个入口平面里边 线里边什么 最短的一条线 好 看这个什么 自初联和下缘 到什么 低骨加上缘 重点距离 从持骨联和下缘 到什么 低骨加上缘 重点这个距离 成为啥 持骨联和下缘 叫什么 叫对角镜 是不是 应该叫什么 对角镜 也成为低持内镜 叫对角镜 这比较简单 看这个题 26岁 临产6小时 开途 这个什么 迟迟 没进入口 那肯定是入口 有点窄了 问大家 这时候 自然骨盘 最后降着线 查什么经 应该查什么 低持外镜 其实如果让我说的话 应该是查什么 对角镜最合适 那一般我们说 对角镜的检查 一般是在什么 24到什么 26度进行 所以我们说 这个检查呢 到这个时候 零查还没进去的话 查什么 先查低持外镜 所以外测量呢 大家了解一下 叫什么低持 什么外镜 不过其实临床上 我们要得做的过程中 我们还查什么呢 一般查什么 镜 对角镜 原来一看 怎么还不进去 来摸摸 摸摸什么对角镜 有没有下载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题 就告诉你说 对角镜顺利测量 一般什么时候进行呢 过去讲是 这个时候进行 所以呢 今天都临场了 我们得不做 说什么呢 一时外镜 这是我们给 现在的这个书本呢 有的出入 但这个题呢 如果在抽象的情况下 那我们说过去 选它 现在选它就行了 如果检查 坐骨结结定时7.5 坐骨盆测量 问你加测 骨盆测哪下镜线呢 叫出骨什么镜 后双镜 因为前面不是 你横里有问题 小于几呢 小于8 小于8 我查什么 后双镜 是不是看什么 两镜之和 叫什么出骨什么 后双镜 这失血错 应该这样 不出头的啊 这个叫后双镜 看两镜之和 看这个题目 关于骨盆径线 哪项是什么 是错误的 对角镜 小于11.5 这什么入骨什么 狭点 我们说它应该是12.5 到什么 到13 它要减去1.5 到什么 你看 它要11.5 减去1.5 是称了10了 那肯定是什么 小于什么 小于正常 我们叫什么 叫提示入骨 强行径什么 狭点 这对不对呢 是对的 坐骨结尖镜 与后双之和 小于15 提示什么 臭狭点 对不对呢 对 然后坐骨 结尖镜 小于解 小于10 小于9 那肯定种分线 小于10度窄了 那肯定小于9 肯定窄了 是不是 测这个 掐机间镜 可以推测什么 中口的恒景 错了 掐机间镜 主要是什么 查什么 入口恒景的 所以咱是错误的呢 选的是D选项 出口供角度 可以反映什么 骨盆出口的恒景的宽度 没问题 这个角度越大 出口恒景怎么 越宽阔 所以大家选什么 选D选项 好 这前面我们做常务的什么 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什么呀 就是初次做这个什么呀 产检查 就的内容 骨盆测量 还有腹部检查 做一些检查 那腹诊呢 产检查 每次来查呢 我们在前面内容 再问一下病史 同时测血压和体重 这个血压和体重 每次来查 一定要做检查 再一个 每次要查什么 公高 查什么腹围 还有什么 查胎心 包括胎胎 什么胎味 要做什么 要做一些检查 这是我们叫什么 妇人检查 不过你再次检查的情况下 没有必要做什么 做公平测量 好 前面我们讲的是什么 孕妇的什么 监护 咱们看一下 胎儿 固定监护 胎儿固定监护呢 时间呢 一般是什么 是高孕妇 应该是这时候开始 32 到34周开始 评估她的 这样的状况 如果有合并症 养入合并症的 我们建议大家 再早一点 什么时候开始呢 26到28周 就开始检测 所以说 这个检查时间呢 与这个什么 孕妇的什么 带着孩子 什么危险性 有关系 高位孕妇 应该是什么 32 34周 开始评估 如果合并 严重病发症的 那不仅高位 是高高位了 是不是 应该早一点 评估一下 她的这样状况 什么时候开始呢 26周到什么 28周 想什么 就是早开始 6周呗 是不是 26到28 早开始6周 进行检测 什么 简在什么内容呢 一个是 胎儿功力状况的检测 一个是胎般功力的检查 再有什么 胎儿程度的检查 先看见 孩儿功能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看见 胎般功能怎么样的 再看见什么 熟不熟了 是不是 常见什么 是监护 三个内容 咱们先看这个 什么检测的数 别忘了 咱们看 高位儿的识别 如果孩子出生以后 有下来情况 之一者就成为高位儿 大家我们 给我们读一遍 了解一下 胎龄 过小的 过大的 体重 过轻的 过重的 然后呢 多的 多孩子 一个还不行 这两个还三个 是不是 出生的时候呢 有缺氧表现 阿普天平分 一分钟平分 小一等于四分 那属于什么呀 属于中东之西的 是不是 再一个 负面是有感染的 这样的孩子 什么 就属于什么高位儿 还有像我们说 熟产 关于是炮工产的 还是什么 因到助产的 通通属于什么高位儿 再就是这个孩子 兄弟姐妹 有过什么 新生儿妻死亡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 也属于高位儿 再就是高位孕妇 生的孩子 也叫高位儿 所以高位孕妇 生的孩子 不一定是高位儿 但高位儿的妈妈 不一定就是高位孕妇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高位的孕妇 生的孩子 就属于什么高位儿 这是我们的说 不一定是高位儿 但是呢 新生儿 我们就算是一个 什么高位的一个监护 作为一个什么要点 需要 准备监护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监护的 一个是公立 状况监护 我们可以在早期做监护 中期监护 还有什么晚期 不过我们监护呢 重点还是什么 重中之重 是什么 妊娠晚期监护 早期监护呢 主要是做 以下方面检查 一个是做复合检查 看一下 怎么大小 云周 树相符 再一个 并检查 看看什么孩子 是宫内孕 还是宫外孕 还是活的 还是什么问题 做云床检查 那从六周开始 这样什么 胎牙 和原生性外波动 都六周 还没见到心跳 那孩子可能会不行的 是不是 早期呢 还可以做什么 这个检查 查查什么 有没有傻孩子 是不是 叫B超检查 什么胎的 什么景象 透什么 叫什么景象 透明层 NT 来判的孩子 什么呀 有没有这个什么 二十七三体 综合征 这主要是早期监护 一个是确定运州 跟大小事物 跟运州相符 再一个 孩子是活的 有没有问题 再一个看 有没有早期 判断一下 有没有什么 二十三体综合征的可能性 叫什么早前 那中期监护 主要是什么呀 查查孩子 胜量发育状况 查查公高 两两副围 判断他的大小 胜量发育 与这公运州 是否相符 再一个 挺抬心 判断还有没有缺氧 然后呢 在中期要做一个什么 结构的 什么异常的筛长 我们叫筛机检长 看孩子 有没有畸形 对不对 再一个中期 还可以配合什么 前面的早期监护 做一个胎儿 什么染色提成的 摄查一个诊断 就是二十三体综合征 中期再做第二次 什么摄查 晚期 是重重之重 定期做什么 产品检查 不要漏下 是不是 再一个 我们要查胎动技术 主要是看啊 判断孩子 有没有缺氧的可能 应该说 我们说叫什么 12小时 不能少一几次 十次 当然我们现在的 新教材规定 九版就得规定说 两小时 不能少一几次 十次 两小时少于十次 提着孩子 可能怎么有缺氧的可能 这谈用技术 这是我们新的 严格的规定 再一个 做个B超 主要看什么 胎儿 血流的什么 动物学的检测 还可以做什么 征装的方法 我可以用什么 动物体检测 孩子的问题 叫什么 胎儿 电子胎性 什么监护 这是我们说 晚期检护的 重重之重 那就说 这个图示 就告诉你 叫什么 胎儿 电子监护 我们叫什么 电子胎性监护 是不是 就晚期呢 监护 以动态查一下 孩子的什么 缺氧能力 带攻凶力 还能活多久 给预想孩子 带什么 储备能力 比较重要 叫什么 胎儿 电子胎性监护 用的仪器 特点是 可以连续记录胎性率 还可以观察胎动 还有什么 公缩对胎性的影响 还经常什么 胎性率 公缩 胎动的 同步记录 反正的关系 所以它呢 是比较什么 有价值 跟新线图一样 是不是 我怎么查呢 可以查 基线的胎性率 还可以查什么 检测 一过性变化 还可以什么 预测 胎儿在功能的 什么 准备能力 就是我们用它去检测 可以能完成 三种功能 一个是 检测什么 胎性的基线的变化 再一个什么 可以检测什么 一过性胎性变化 再也还能说 预测 胎儿在功能的 准备能力 话句话说 还在功能活多久 是不是 叫什么 功能检查 好 咱们看一下 简测项目 第一项叫什么呢 检测 胎性什么 基线 胎性率 然后这个检测 基线胎性率 一个是 看胎性率 体线 有没有异常 再也就是什么 在你一过性变化 情况下 胎性有异常 最后叫什么 两项 基本的检测 再一个还可以 预测 胎儿在功能 储备能力 有两个实验 一个叫 NST实验 一个叫 OCT 或者叫什么 CST 叫素功素 实验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这两个项目 这是我们常用的 什么方法 通过它呢 你看这是 公缩的刺激 然后能检测 胎性的变化 来动态 来检测一下 它的变化 一个电极 放哪儿 放胎性的位置 一个电极放什么 放公缩对抢的位置 来检测什么 胎性啊 胎动啊 与这个什么 与这个公缩关系 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做 这个什么 基线检测 一般来说 胎性率 基线是这样的 叫什么 应该是一个矩智状的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每时每刻 跟你胎性率一样 每时每刻 这一分钟140 那这一分钟什么 是75 下一分钟可能80 所以每时每刻 它在变化 所以它你要连续动态检测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矩智状的 应该叫什么 是一条曲线 不应该是一条直线 就叫正常胎性率 极限 什么意思呀 应该是什么 是这样 大家看到是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呢 还有一个范围 你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而且正好在什么 110-160之间 就叫什么 排行率极限 你高也好 你低也好 再不能太超范围了 最后叫什么 正常的排行率极限 那叫什么 什么叫一过性变化呢 就是说 孩子一胎动 我们要什么 要加速 因为胎动 好养量的增加 孩子可聪明 我要通过加速去什么 改善这个曲线状态 最后叫什么 叫加速 我们也叫一过性变化 能有加速 其实孩子 简单状况是良好的 所以我们说 基线 基线是在什么 没有胎动 没有公碎影响 像十分钟 排行率的平均值 我们叫什么 排行率基线 一般我们说的 110-160 超过160 大概十分钟 我们叫 自动过速 第一百一 超过十分钟 我们称为自动过缓 所以我们说的 110-160 那么我们看 正常的 他用的基线 应该有什么 有变异 基线有变异是正常的 没变异是不正常的 说有变异 证明孩子是什么 这个心理波动 选择什么 有的变化的 证明孩子是什么 这个在不同的每时每刻 随时这个动态变化 是正常的 所以呢 应该有什么 小的周情波动 这应该是什么 正常的 你要是没有这个波动了 你要消失了 这样平了 提示他什么 储备能力丧失 就是他对任何什么的刺激 就基本没有反应了 叫什么储备能力怎么样 丧失 所以我们说 你看 这要现在会直的一样 叫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什么 变异 说明孩子在宫里 跟只老虎一样 现在虽然他现在存在 稍微一刺激 就什么 就死了 叫什么储备能力 丧失了 你看 这个是应该是什么 应该有这个变化 这样的变化 这个是什么 叫有摆动 没摆动是不行的 是不是 再一个叫一过性 变化 就是说 如果你是有胎动也好 或公司的刺激 胎型的变化变化 是不是 你要是一公司刺激 我得怎么变呢 我可以什么 暂时加快 也可以什么 暂时减慢 等你这个 窝叶刺激消失 我又回复到什么呀 软件的水平 这就属于什么 叫一过性 变化 是可以判断 胎是什么 安危的一个重要指标 那这一过性变化 有加速 也有什么减速 像加速呢 就是说 在有公缩的时候 暂时性的 胎型要增快 超过15 什么15个BPM 治愈时间超过15秒 准备着孩子 一反应挺好的 是不是 你看 来来公缩 你一缺氧 什么表现呢 我要什么 增加心率呀 说明孩子什么 反应定的挺好的 叫胎儿什么 是良好一个表现 这叫什么 叫加速 那还有一种情况 叫什么 叫减速 也是指公缩出现 胎型什么 以这种方式 来对抗这个好氧量 我要什么 减慢心率 在临床上 分一几种呢 叫三种情况 一个叫早减 一个叫便移减 一个叫晚减 具体呢 怎么去做 我们就不说了 但你记得早减 主要是公缩的时候 胎头受压 脑血流量 暂时减少一切的 一般我们说 实际上早期减速 其实孩子健康状况 是良好的 便移减速 主要是公缩的时候呢 期待受压迫 然后兴奋了 美肚神经 选一个特异表现 我们叫便移减速 晚期减速 只要一出现 就告诉我们医生 告诉同学 告诉我们的什么 这些地方 记住 是胎盘功能不良 胎儿全的表现 比如说出现 往去减速 其实孩子太迟钝了 然后是 胎儿功能不良 胎儿已经怎么样 全的表现 这要什么 三个什么减速 然后这个图片呢 就显示了什么 三个减速的特点 早减 就是说 为啥叫早呢 公缩这个什么 开始 减速开始 公缩结束 他就结束 你开始 我开始 你结束 我结束 说明咱们两个什么 是同步进行的 我们孩子反应挺好的 你来了 我就反应 你走了 我也不反应了 叫什么 叫早减 孩子减养状况 是良好的 便宜减速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吧 就是说 这个小孩呢 特沉着 你来了 公缩 孩子一看 不就是个公缩 让我缺氧吗 我没反应 等你公缩结束以后 这孩子想起来了 你让我缺氧是不是 来来来 我得反应一下 怎么反应呢 不明则已 我一明要惊人 我现在什么 要重拳出击 我得什么 警告你 是毕业什么 我缺氧了 这要什么 便宜减速 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减速呢 没有固定关系 但是呢 我要是一旦反应起来 下降 速度下降可快 你一会就回去了 这要什么 叫便宜减速 一般来说 偶尔一次 其实我们孩子 反应能力还可以的 只不过是沉着罢了 是不是 什么叫晚减呢 主要是什么 公缩开始了 减速没有开始 人家公司都快结束了 他才刚刚开始 公司就是很久了 他心里没有变回去 这个反应什么问题 也是迟钝的问题 你看都开始那么久了 你还不开始 叫什么 太迟钝了 为什么迟钝呀 缺氧了吧 所以我们说 晚减 其实孩子怎么样 就缺氧的表现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三个什么 减速 一般我们说 早期减速 叫什么 早啊 短啊 快小 提示孩子什么 讲壮事良好的 那么一般的什么 是提示你是 公司的时候什么样 抬头受压 一般不是孕妇的体味 和性的改变 那像变印减速 主要是什么呀 波形变化大 起伏大 回复给快 所以主要是什么 兴奋的什么 异度生情 晚减速是什么 是恢复什么 发生时间晚 持续时间长 也慢 本身要小 我们叫什么 叫晚减 主要提示你说 胎盘工程减退 孩子已经什么 他已经强了 所以实际是迟钝 反应慢的表现 叫晚期减速 他今天就会被认客 他在这边 谁带你 对 他说 我怎么会找到 他在那里 还有 这真的 他在那里 站好